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到第一届 《你好!歌手》敬眼现场 我是主持人何炯 我是主持人吴泽玲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音乐导师 小丽梦 孙娜 有请音乐合伙人唐妹 有请音乐合伙人杨迪 有请音乐合伙人秦宵贤 有请音乐合伙人秦宵贤 有请音乐合伙人丁程鑫 有请音乐伙伙人李雪芯 一号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阶 欢迎各位 今天是我们首届你好歌手 百灵鸟逆袭赛的现场 大家好 我是何久 今天呢我们好六阶 可以说是有巨星光临了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两位重磅导师 我们的沙迪梦 我们的南哥 我们首先请两位导师 来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首先请默默来 我说哈喽最爱你 你好我是Santae Moore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欢迎默默 你好 下面是大家最爱的南哥 大家好 我是孙男 很高兴 我们这个歌手的比赛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抽时间来我们好六阶完 当然我们要欢迎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音乐合伙人唐妹 大家好 大家好 唐妹其实本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手 谢谢 我们曾经在声声不息赶月季听过她的演唱 她唱歌非常非常的好听 谢谢 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除了有我们这个唐妹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几位音乐合伙人 狄哥 大家好 谢勤 大家好 老秦 弟弟 荣幸 这个歌手2024现在播出之后呢 大家非常非常关注啊 然后呢用那个隆隆的话说是大型的一个悬疑生存类真人秀 如果是默默和南哥的话 如果要邀请自己的朋友来参加歌手的话 会邀请谁呢 我觉得有压力的 抗得住压力的都可以 就是皮实点的 对对对 比如说 我就比如说 汪苏龙啊 要龙汪苏龙 压力最大的 太能扛了 龙汪苏龙 谁给我报的名 好的 默默会推荐谁来歌手呢 我想想你们都知道Jesse J 我再帮Jesse J 我再帮Jesse J 好 我们欢迎杰氏姐回来好不好 然后因为他上次亲了我这边 这边还可以再亲一下 启影到了 我百零鸟专业团队 好 其实呢 今天有一支非常厉害的团队受到大家的关注 自从有了歌手2024之后呢 大家就呼唤我们的内宇百零鸟专业团队前来接战啊 那么他们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出拳舞台 他们的歌声只要畅想 大家的脑海当中就会非常抹性地一直这个回荡 他们也无时不刻不在展现着自己对音乐对唱歌的喜爱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首届你好歌手百零鸟逆袭赛呢 特别邀请了四组十分有潜力的百零鸟们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他们究竟有怎样的天籁之音呢 能否顺利逆袭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来 哈啰 何老师 我们是你好歌手节目组的 你们这个节目正规吗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因为整个安排来说 对我来说还是太匆忙太紧张了 我完全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这次的舞台 而且刚才在录制的时候 我刚才玩过戏玩太嗨了 一直在喊 我现在这个嗓子的状态 也不是非常完美 对 因为之前每次来唱歌 我觉得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这次来给大家留下一个 更好一点的舞台 这点自信还没有吗 有这样的展示的舞台 非常感谢节目选择了我 咱们也有红昭苑呢 我前两天还唱了《陪你》 姬姬是我心里的第一名 我也希望她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希望她的队排名也是第一名 其实我挺期待这个 Fly跟九尾的舞台效果 应该会很好 Fly跟九尾的舞台 微博连动影响力电竞选手 琼伟 我是觉得这是大家对我们的一份认可 琼伟这边是纯技术流 我这边是纯感情流 所以我们唱这一首歌的话 绝对是王昌 我就是冲到上分来的 都是劲敌 听说了他们的实力 跟我一样强 像我发出这样的邀约 是对我唱功上的一个肯定 所以我一定不会辜负 节目组对我的厚望 我很佩服林一 真的 你加油 林一 我相信她这一次 一定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可老师 你觉得你好歌手跟歌手有什么区别 就是一个是蹭另外一个的吗 我没有说哪个蹭哪个 对吧 对 是不是 好的 欢迎给我回来 这四个就是百灵鸟的备战间 对 我怎么隔着帘子都感觉 我觉得那里面有人在紧张的颤抖 是 我说的是你吧 我说的是你吧 今天我们会有四组歌手分别加入到 南哥导师和默默导师的这个队伍当中 雪晴和狄哥会是南哥这一队的音乐合伙人 老秦和弟弟呢 会是Shuntie More 默默这一队的音乐合伙人 他们会跟个歌手一起来参与比拼 为什么参与比拼呢 就是我们每轮互动获胜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我们不同规格的这个舞台的奖励 并且最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舞台 最后大家呢就会争夺我们这个你好歌手 百灵鸟逆袭赛唯一的这个歌王的称号 太期待了 是的 而且在前两轮争取舞台配置的互动中 失败的战队其两组歌手中进演排名靠后的歌手 舞台将被隐藏 我们要通过四位音乐合伙人来帮导师们挑人了 对 我们首先请泽琳介绍一下规则 接下来呢我们会有四个歌名就在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 然后各位合伙人呢觉得哪首歌呢 对应的这个李维的歌手比较有潜力 就可以选择这首歌 然后出来演唱 演唱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这个隔间的幕布呢就会降下来 然后他呢就会出来和你一起合唱 好 哇 没事 这四首歌对我来说都一样 真的 真的都差不多 那好 那我们首先请导师Shanty Moore 先来派一位来选人好不好 老秦 老秦 老秦可以先去 你可以先去 好 你先去老秦 老秦 老秦还在认嗓子 我还没认明白呢 好 那这四首歌我们老秦要选哪首 我想选爱人错过吧 好 好 我肯定在你百年前就错过爱你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你个人觉得在竞技上它的难度在于说 在于两个人一块需要合作起来 因为因为如果 就你自己唱是没有什么难度 对 因为两个人都唱低的话就不好听 一定要一个人唱高一个人唱低 对 爱人错过后面的结尾 你做好准备了吗 完了 应该晚点上来 因为该早点更紧张了 加油 谁到底是 我现在也挺好奇里边谁 好 音乐 起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只是你忘了 我也没记性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只是你忘了 我也没记性 我也没记性 走 走 走 如果没遇过 回头转头还是错 你我不曾感受过 想装在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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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得挺好的 你妈没有告诉你 撞到人要说对不起 本来今天好好的 爱人就错过 爱人就错过 可以 我没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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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 你这夸张多了 你就是他今天了 你就是他今天了 你这种太大了 想装在借口 我没有告诉你 撞到要说对不起 本来今天好好的 爱人就错过 爱人就错过 来掌声给我们第一位歌手 林依 听完这首歌 我想用刚才一句歌词 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本来今天好好的 我想对他们说 你们要是撞到我了 要说对不起 我觉得林依刚刚真的是 卯足了劲 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 我觉得林依有认真的在唱 中间只有有两个音 稍微失控 对吧 其他的音可能没有太在 本来该在的位置 但是基本大差不差 我得唱高一点 我出来得猛一点 我就租过路过 每一个 但是已经非常好了 我们先林依跟我们大家 打招呼好不好 我们的一号百零鸟 林依 大家好 我是林依 然后你的导师是默默 你要不要听听看默默 对你刚才这段表演的评价 好不好 还有导师的评价 我认为你做得很好 你有很多能力 而且你唱了 而且那是重要的 你有唱出来非常 很有活力 很厉害 对 你有能量 谢谢 谢谢 你唱出来了 谢谢 也就是说我们Shantimo战队的 第一位歌手就是林依 而他的音乐合伙人是秦潇贤 加油 有信心有 有没有信心带领你的歌手登上歌王 我们赢定了 赢定了是不是 真的 真的 我以后出去就说我是歌手林依 可以 可以 不 你重说一遍 我是歌王林依 来 来 把这个第一就预定了 歌王林依 好 走 天哪 你是世界上最勇猛的男人 来 请坐 坐在默默旁边 好 下面我们南哥 您派谁先来选人 我们那就女士先来 雪晴 雪晴 加油 雪晴唱歌好听 雪晴唱歌非常的好听 你真理状态不佳 我跟你说 通常歌手如果对自己的发挥 没有特别大的保护的时候 都怪身体 都怪身体 对对对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策略 身体常年抱恙 剩下的歌曲里面 我想问一下我们雪晴 你想选哪一首呢 我选一首女生原唱的吧 就奇妙能力歌是吗 对 陈丽是我的朋友 因为选这首歌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 首先它是一个民谣 而且感觉比较文艺 我觉得选这个歌的这个人 应该也是一个 比较有文艺气息的 这么一个歌手 加油 加油 藏起来 接下来有请雪晴和下面这位歌手 演唱《奇妙能力歌》 我也想看这个 这间的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 看过沙漠下暴雨 看过沙漠下暴雨 看过黄昏追逐黎明 没看过你 哇 哇 我知道美丽会老去 我知道美丽会老去 生命之外还有生命 我差不太多 跟我们一样的 对 我们差不多 我知道风里有诗句 我知道你 我以为在朗诵呢 刚才 我拒绝更好 更远 对 拒绝未知的疯狂 拒绝声色的张扬 不拒绝你 只唱一个字 我变成黄亮的景象 变成无所谓的模样 变成透明的高墙 没能变成你 太精彩了 来 掌声给我们孙宇 孙宇 就是刚才这种演唱有一种 断断续续的美 对 就是我觉得孙宇 她应该比较适合唱Rap 因为她只唱蕴角 你明白吗 蕴角 刚刚很像歌曲中有人在朗诵 夹杂着一些朗诵 我唱的是和声 但是我第一次听有人和声比主唱的人快 对 和声在前面带 先和 那我觉得这首歌 她唱得挺好的 看得出来你俩关系挺好的 我觉得 两大特点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她的音色特别好听 对 是真的 对 第二个特点她的耳朵很好使 为什么呢 因为她跟雪芹唱的时候 那个音就特别准 因为她听了雪芹的唱 她就能走进去 所以她 这两个音色要好 耳朵好使 她已经具备了一个歌手的基本素质 非常棒 在这里呢 我透露一下 今天我们有一个奖励 如果赢了游戏的话 我觉得对孙宇特别有帮助 我们真的把歌手这个节目的 黄金合唱团请来了 和声团 让她加入是吗 不是 如果我们有和声老师陪伴孙宇的话 很有可能拿歌王 对 真的 真的 要不要现在也说一句 你现在对着林依说 歌王不是你是我 来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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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叫歌呢 我 那个 歌王不是你是我 歌王不是你是我 好幼稚感觉这种 你回这一句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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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送我 好吧现在我们南哥战队喜提森营和你的一位合伙人请回队 请入座 好最后一轮狄哥先来好不好 我们先是不是 对对对狄哥先 然后剩下那个就是我们弟弟的歌手了 对 烟花一冷 和道香 道香吧 道香我还熟一点 熟一点 你觉得演唱的重点是在于 我觉得重点就是因为道香我觉得它的伴奏 就是相当于我们在轻唱 很考验我们自己本身的唱功 明白明白明白 好你加油好不好 其实我也是一只鸟 行吧我加油 好来 开始 看道香到底是哪位歌手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 就不敢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 仍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好好听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为生命再努力勇敢地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一段像什么这是 小一个吧 工程目的不是目的 让自己快乐快乐快乐才是意义 童年的纸飞机 怎么样哥咱们对的 有力吗 咱们对的 你还是乐的 咱们对的 是为了城堡随着道香 喝着继续奔跑为微笑 小时候咱们我知道 好要的 加油 不要哭 让萤火虫 带着你逃跑 相见的各样 永远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很好 来 掌声欢迎我们的Fly和久伟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是KPL王者孟之队的Fly 彭云飞 欢迎Fly 大家好 我是KPL王者孟之队的 九尾许兴珍 我要跟南哥还有木木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电竞大神 非常厉害的就是冠军选手 同时也是著名的电竞百灵鸟 电竞缺的百灵鸟 对 刚刚两个人出来的时候非常整齐 感觉粘在一起的 真的 我刚才 然后一对相声带给大家 我们两个开始你知道吗 彩排什么都很放松 一出来唱歌的时候 能感觉到两个人 那种相依为命的 然后我当时就出来 我觉得他们特别像 跟秦潇贤是一个单位的 但这一歌是男的 是男的 结派也好 其实前面第一个都有那小含糊 对不对 对 但是听了他们唱以后 我觉得我那段能播了 还可以 好 我想问一下 我发现南哥看到自己 阵容的这两位之后 现在面色比较沉重 听一下南哥的高情商发言 我觉得 老师是有点难评价 通过他们的演唱 让我觉得他们可能 提高的空间会更大 对 空间很大 对 还有潜力 空间更大 因为潜力已经很低了 潜力已经很低了 说好的高情商发言的南哥 好 来 欢迎我们的Fly和邱伟 欢迎 以及他们的音乐和我认识迪哥 欢迎 希望每次都会 有观看 有观看 温度 有观看